练习的话 当然你自己找 自己有兴趣的 你可以从台北市政府的开放品 或者新北市中央政府 只要是CSV的可以先练习 像台北市政府这边是资料 所有资料里面 你就找什么 找那个下方资料分类 其中有一类就是CSV筛选一下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把它筛选 它388种 其实也蛮多的 那里面的话呢 我比较习惯是 按照什么呢 使用次数多到少 因为使用次数多的 通常是大家有需要的开放资料 如果说使用次数很少的 通常那个 大家应该都比较少用到 那所以里面的话 当然有什么 像什么台北市行人 专用垃圾桶 垃圾箱 这什么 这个其实就是说 那个垃圾箱 在哪一区 它放的位置的经纬度 它里面会存一个什么 就是GPS的经纬度 那也就是如果你有那个配合手机APP的话 可以怎么样 你自己的位置到附近最近的垃圾桶就可以找得到 但目前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写这样的APP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可以去抓 然后写一个APP 这样的话应该还蛮实用的 因为常常找不到垃圾桶 对啊 如果说有这个类似的功能 你就可以知道 其他的话还有什么 其他还有哪一些好用的 那也许你们可以自己来找找看 另外的话有什么 住宅窃到点位的资讯 比如说我想知道 这里面好像也是CSV 比如说我想知道 就是说呢 到底台北市呢 哪一区 它的那个失窃率最高 其他这里资料里面 12区里面 哪一区失窃率最高呢 有没有 这边都有列出 哪一区 哪一条路 然后哪一个时段 所以我想如果我想知道 哪一区犯罪率最高 哪一条路上 这个 失窃率最高 还有哪一个时段 失窃率最高 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随时 假设来用python 随时马上查出来 回报一下 这个要怎么做 也许回去可以试做看看 但第一个 你就要把这个CSV先捞下来 捞下来放哪里 还是放资料库最好 因为你捞下来 你存成一个档案 CSV好了 存起来干嘛 对 不过像这种 我刚刚讲的 其实用那个什么 用Excel 加枢纽分析表 马上有答案 所以我觉得 感觉以前很简单的事情 突然用python 突然感觉 变有点遥远 不过 不过这个 好像之前我有做过 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把刚刚那个东西 捞到Excel里面 去把它做出结果 后来好像有一个答案 我又把最后的答案 也给做出来 看一下 对 失窃率的 而且我把 用枢纽分析表 马上把图给画出来 所以 其实 失窃率最高的 中山区 因为我从开放资料捞到 这个资料应该是准确可信的 第二名是 士林区 第三名是 北投 第四是 内湖 最后一名是 西医区 为什么 因为 市政府在那里 对 第二名 刚好隔壁 松山 倒数的 倒数第三 就是文山 应该好像可以猜得出来 倒数第四 就是中正大安 因为这几区 好像都比较偏文教 对 住宅 反而可能 那 这来的话呢 哪一条路 发生 失窃率最高呢 第一名是 南京东路 第二名是 林申北路 好像都在那里 第三名是 明泉东路 不就都在那一块 OK 然后就中山北 前一阵子才发生事情的 OK 然后 其他的话 大概就这些路 还有什么呢 哪个时间最容易失窃 中午十点到十二点 最容易失窃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出去了 该出去的都出去了 不会回来也不会回来 所以那时候最容易失窃 那第二名是 凌晨的十点到十二点 因为大家该睡了 可是那时候应该还没有睡 还没睡熟吧 OK 这只是我从那上面资料做出来的 那未来当然 最好是可以直接用Python自己输出这个表 跟这个图 那表是很OK的 那怎么做 很简单 一 把资料捞下来 丢到资料库 二 再用那个Sequel语法 把要的筛选 排序嘛 对不对 排就是用刚刚那些语法 排完序之后 那这个旁边这个表怎么做呢 其实内部也有一些套件 就是可以帮你画 视觉画的 那也就是未来 他其实就是希望你尽量 不要用那个商用软体 所以未来其实趋势就是尽量 通通不要花钱 不然你Sequel是方便 但是你还是要一直付钱 像OBS 360 他就是365天之后再付一次钱 对不对 所以一直都要付钱 这个概念跟Adobe那个也是一样 Adobe现在也是走每年都要付钱 所以微软是不是因为这样关系 他的那个股票啊市值好像只有暴增了 所以这个蛮聪明的做法 OK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再去找那个其他的CSV 来再做一些练习